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4月10日 星期一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首先據報今天將軍澳兇手道袍的怪男子落網 不過被捕時他的裝扮非常有趣與古怪 說是假裝復活套 是否這麼應節和各位了解一下 另一件消息 話說有個男子闖入衛康 梁介都客退職員搶東西 搶了很多罐豆豉鯪魚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和各位了解一下和治安都有關係 另一箱也說說香港各大最新消息 據報有個的士司機竟然在屯門公路行車期間 拿一支棍去搖一個屬睡女乘客的裙底 哎呀 離譜了 和各位了解一下各大怪物 說到此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黃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將軍澳空手道袍男子打扮似復活套 涉嫌池都指向女傭被捕送院 報導的內文看到一名年約二十多歲 身穿白色空手道袍的男子 今早4月10日 在將軍澳保康路108日的廣民縣對開 池都指向一名菲律賓籍女傭 警方接報是出動衝鋒隊和反恐特勤隊在附近兜接 約4個小時後 衝鋒隊人員終於在一公里之外的唐進階21日海編會對開 找回裝扮就好像復活套的26歲姓范的涉案男子 並在她身上發現一把紙製的刀 以涉嫌藏有攻擊性武器把她拘捕 並將她送往將軍澳醫院檢查 警方正調查男子遲刀原因 懷疑有人精神有問題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今早遲刀、紙客和追斬外勇 男子已經被捕落網 不過被捕時各樣都怪怪的 一來穿兇手道袍 另外頭戴是復活套的造型 真奇怪 結果在復活節的假期最後一天發生了這宗怪物 遲刀原因仍有待調查 另外也提及這宗消息 根據HK01的報道 有個男察人闖進上水的超級市場胃胸 納酒48罐豆豉鯉魚 和店員四目膠頭亮刀逃走 上水石湖區有一名男察人 今天4月10日上午11點多 闖入新康街67號地下超級市場 納酒48罐珠江橋牌豆豉鯉魚罐頭 價值約摸1800元 大無私讓地離開 店員起而心望向這名可疑的男子 四目膠頭之際男子突然亮出一把戒刀 店員見狀不敢輕舉妄動 等待男子離開過後才報警 警方接報到現場一帶搜索 未有發現這名男子的蹤影 正在追緝一名事發時身穿 黑色蜂褲 藍色長褲 背著紅色背包戴口罩的男子歸案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這名男子遲戒刀 去到超線納酒48罐豆豉鯉魚 店員都覺得奇怪 看一看他就亮出一把戒刀 不知道這個男人有何理由去夾48罐豆豉鯉魚 如果你肚餓的話 有食物銀行或社署幫忙 為何要這樣做 據報警方繼續追緝這名可疑男子 另外亦都說說這件怪物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個的士司機駕駛途中 用伸縮棍尿女乘客的裙子偷窺 判囚三個禮拜 法官直斥匪而所思 認為離譜 報道的內文提到 63上的的士司機 在前日4月8日清晨 在屯門公路駕駛的時間 親住女乘客睡覺 用伸縮棍尿起女乘客的裙子 和偷窺 女乘客察覺過後 向朋友求助和報警 涉案的的士司機 在今天 4月10日 在西九龍裁判法院 承認一項規淫罪 裁判官指案情匪而所思 直斥被告的行為尼西浦 一邊在公路駕駛 一邊犯案 沒有被控其他罪行 實屬肯穩 終於判監三個禮拜 這位63歲被告陳耀輝 報稱是的士司機 被控在2023年4月8日 沒有多久之前 在屯門青山公路 那個屯門公路近程教署 職員的宿舍 一格的士裡 暗中為了性的目的 而觀察X 當時這個女子X 是處身於令人對保存私隱有合理期望的情況 即是她是乘客 據報當時清晨5時多 在觀塘接載女士主X 被駛往天水圍 其後這個女士主X在車上躺著 當駛至案發地點 X即是女士主感到有東西 撩她的裙子 及後發現被告用伯特通 伸縮棍撩起她的裙子 是偷窺的 那麼這個女士主透過電話 聯絡朋友及報警 的士抵達天水圍過後 女士主表明已經報警 及要求的士司機 即被告留下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即是甚麼怪聞都有 據報的士司機趁人睡覺 拿棍子撩起別人的裙子來監獄 結果判囚三個星期 另外亦和各位網友講講一則最新的天氣資訊 根據HK01的報道 清涼過後再升溫和 天文台預計週末最高溫27度 有一區高見29度 報道的論文看到 今天天氣清涼 但未來幾天有機會溫度升 天文台預測隨著影響華林沿岸 東北季後風緩和 未來一兩日該區氣溫回升 禮拜六 4月15日市區有最高27度 樓浮山更高見29度 另外天文台預測一個低壓區會在未來兩三天 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的天氣 各位網友要留意 以上來自天文台的最新資訊 據報除了樓浮山有機會升上29度之外 因為純粹打鼓嶺石崗也有機會升上28度 即是星期六 4月15日當日的氣溫 因為佳因這幾天涼涼涼 涼涼過後就會開始熱感化 各位朋友多加注意醫著和身體健康 另外也講講另一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有一個35歲的獨行賊池都 打算劫德庫道西便利店 失敗被捕 報道的留言在這裡 警方是星期日4月9日凌晨約3時15分 接駁西區德庫道西一間便利店的職員報警 報稱一名男子懷疑向那名職員 聲稱他手持的袋裡有一把刀 並企圖劫去便利店所有現金 報案人不遵從並啟動了警鐘報警 該名男子其後逃去 案件當中報案人沒有受傷和損失 其後這個人被捕 亦都說未來便會提堂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說這個賊人行劫失敗 不過近期越來越多這類劫案 拿著把刀 要不去打劫那些鬥士鯪魚 要不去便利店打劫現金 其實這個或多或少都反映經濟有多差 結果這個35歲的人本身的年紀相對輕 有手有腳 其實努力點花份工一樣賺到錢 但他便選擇了打劫 當然這個便要面對著那個的後果 另一邊雙亦都說說這單的交通消息 話說有部Tesla電動車設線爬的的士頭不成功 還被貨車撞 網友狠批這個司機真是害人害己 報道的內文就提到 說開車最重要是心平氣和 兜起爬頭爬不醒 隨時自己受害 網上流傳一條行車紀錄片 看到一部Tesla電動車的司機在大角咀西九龍走廊設線 司徒爬頭越過一部的士 不過一直都失敗 洗字旺角的帝城酒店之時 Tesla司機疑似深有不憤 故意駛到快線再嘗試爬頭 結果就被快線一格重後洗字的貨車撞到 最終被迫停在路邊 而的士就揚長而去 網友直指Tesla司機駕駛態度真的有問題 最終害人害己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和駕駛態度相當有關 為何必要爭那幾十秒 也沒有幾十秒 有時爬頭都是爭那幾秒 但這部電動車的司機就心扶起操 看見一直都爬不到前面的車頭 於是去到兩條行車路的時間 突然之間切去快線 就打算爬對方的頭 又忘記了看鏡 於是後面快線有格7-1 一撞就撞了 我是光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